一二三木头人 小时候玩的是乐 长大了 玩的是命 五米高的人偶转过身 嘴里念叨着 一个黄毛率先冲了出去 但口令念完 他还没有站稳 只见人偶的双眼转动锁定了他 听见淘汰信息 后面的人一脸坏笑 但下一秒 他就彻底呆住 因为一枚子弹从前方射出 黄毛应声倒地 众人来不及反应 然后再次念出口令 男人快步上前 让黄毛别装了 赶紧起来 可对方吐出一口鲜血 吓得他拔腿就跑 原来 淘汰就得死 这是一场赌上性命的 木头人游戏 男主名叫阿诚 是个标准的废柴 在家啃老 在外欠债 可这天 他遇到一个神秘男人 邀请他参加一场游戏 玩家总数456人 全都是欠下高额债务的群光蛋 但只要赢到最后 就能拿走456亿的奖金 从此改变命运 在金钱的诱惑下 全员参与 但他们没有想到 赌注竟然是生命 所有人乱作一团 疯狂地涌向大门 但不守规矩 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任务开始疯狂屠杀 四面的机关枪不断扫射 短短一分钟 死了将近200人 很快 厂商回归寂静 惨动的教训 让幸存者知道 绝对不可以动 大家都僵在原地装成木头 唯独一个老人 卡着口令的节拍 不断向前 很快 其他玩家也发现了问题 然后的口令越来越快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可阿诚依旧呆呆坐着 因为他身上 爬着一具尸体 每次子弹射出的声音 都会让他忍不住颤礼 男人本想这样熬到结束 但身后的眼镜小哥提醒 游戏只有五分钟 如果倒计时前没有跑到终点 结局一样是此 他推测 这个人偶是动作侦测装备 只要躲在别人身后 就不会被发现 阿诚看了眼倒计时 硬着头皮冲了出去 不巧的是 他前面那个倒霉蛋 下一轮就被击中了 一个没死透的玩家 竟然伸手抱住了男人 求他救救自己 阿诚咬着牙 看了看倒计时 没有时间了 他也狠心拔出腿 身后的男人被子弹射中 现在只剩最后一分钟 所有玩家都拼了命地跑 大部分甚至已经越过终点线 而留在场上的那些人 死得死 伤得伤 阿诚距离终点 只差不到五米 但下一秒 他踩到尸体脚下一滑 人偶恰巧转头 男人觉得自己死定了 身体却稳稳地停在半空 是身后的黑人 拉住了他 终于 最后一次口令开始了 阿诚卡着最后一秒 越过了终点 可没能距离的玩家 就没那么幸运了 场上除了喘息 再也没了其他声音 所有人都后悔参加这场游戏 但他们已经没了退路 天空中的铁幕缓缓闭合 第二场游戏即将开始 融化白糖 搅拌起泡 排在桌子上 压一个糖饼 再用模具印上图案 等糖饼凝固 拿一根针 将图案取出来 这就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抠糖块 但今天 数百位成年人聚在一起玩这个游戏 而且每个人异常认真 生怕抠错一点细节 弄坏了形状 因为后果 要用生命来承担 这是456亿奖金争夺战的第二场 一开始 负责人只是让他们选择图案 并没有说明游戏内容 但打开铁盒那一瞬间 阿诚知道自己完蛋了 因为他选了个雨伞 与此同时 广播开始描述规则 只要在十分钟内将图案完整取出 就算通关 听起来非常简单 幸运的人选择了三角 一般的也是个原型 再不计 大爷也拿到了五角星 唯独阿诚 看着手里雨伞 根本不敢用力 每掰一下都是小心翼翼 更崩溃的是 看守似乎知道他迟早要玩 一动不动 就等着男人失误 靠抬手一枪 送他走人 很快 第一个弄断雨伞的人出现了 看守一句话没说 直接抠下扳机 旁边的女人被吓坏了 手上一使劲 原型裂开了缝隙 枪声带来的压迫感 让参赛者更加紧张 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失误 一个接一个的中枪倒地 游戏刚刚开始 时间还没过一半 人却已经死了大半 这种高强度环境下 选择三角形的最先完成 毕竟只有三角直线 不是硬掰 基本不会出错 接下来是原型 玩家可以一点一点去掉外部 抛出完整的圆 通过考核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 倒计时只剩三分钟 为了完成游戏 各位开始另皮袭紧 一个女人掏出私藏打火机 偷偷烫热针头 融化图案边缘 轻轻松松 扣出完整的五角星 但阿诚就没这么好运了 他紧张得满头大汗 脱快尿裤子了 可突然 一滴汗水掉到了糖饼上 男人看着看着 眼前一亮 因为汗水融化了糖 他感觉自己有救了 阿诚拿起糖饼 翻到背面 果然有效 舔过的糖饼比之前薄了不少 为了活命 男人更加卖力 其他人看见这怪异的举动 也纷纷效仿 终于在最后几秒 他成功了 这次游戏过后 只剩下108位参赛选手 而第三场游戏 将会更加残酷 这是一场生死拔河赛 十人一组 站在百米高台 进行力量的角逐 只要让对方先掉下去 就能获得胜利 第一组 十个猛男对十个弱鸡 力量是压倒性的 开局没到30秒 右侧队伍就溃不成军 随着第一个人倒下 整支队伍被拖下高台 第二组 轮到男主阿诚了 但他的队伍 被视为全场最弱 因为其中不仅有老人 还有三个女人 可他们的对手 是十个身强裂壮的猛汉 上场前 所有人的坠坠不安 低头丧气 认为这是一场必输的局 但老大爷 建都使馆 给大家打气 大爷说 拔河 站在最前面的人 很重要 因为跟对手 离得最近 也是最有仰望的背影 所以最前面的人 一定要保持活力 充满干净 而最后一个人 要稳如传锚 是整个团队的核心保障 每个人的站位 也非常重要 绳子放中间 左右交错站立 双脚平行站直 将绳子夹在腋下 这样才能使出全力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比赛开始前十秒 一定要往后躺 朝天顶 用力撑住 这样才不会被拉过去 十秒之后 对手就会觉得奇怪 因为拉不动 而不知所措 然后自乱阵脚 露出破绽 空旗很快 偏向了阿诚队伍 眼看就要胜利 对面的领头人 突然找回节奏 凭着一身满力 将绳子拽了回去 而阿诚这边 在刚刚的拉距站中 队形早已散乱 发挥不出功效 被直挺挺地 拽向对面 眼看就要掉下高台 眼睛小哥出了主意 他说 一会儿自己下令 所有人同时往前迈散步 这个方法听起来 就是自寻此路 但如果不是 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对手因为惯性 甩倒在地 可阿诚也一步踏空 大半身子掉在高台之外 但黑人小哥 作为团队的保障 在后方猛地发力 将阿诚拽了回来 对手忙着起身 根本站不稳 也发不上力 只能眼睁睁地 被拉了下去 这场游戏算是 有惊无险的结束 但参赛人员 已经受减到40 剩下的每一个人 都在以命相搏 而越到最后 游戏也会更加危险 这就是今年最刺激的 大逃杀韩剧 鱿鱼游戏 感兴趣的小伙伴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就会尽快感触下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